我們看立體 他說利用天平來度量物體的質量時 下位敘述中正確的是哪一個 我們看A 利用物體呈淨液平衡時 立體的總和為0 這個就是用槓桿原理 就是說利用這邊立體跟這邊立體一樣的時候 所以A是對的 再來看B 所測的質量與重力無關 故在無重力的太空中也能測得 這個不對 你在太空中的時候沒有重力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物體 它的重量或重力是mg 事實上我們是利用什麼呢 如果這是等D的話 這是L 那我們是利用什麼呢 這個叫做m2 這是m1 m1g 是重量 我們是利用m1gl 等於m2gl 如果平衡量 得到m1等於m2 但是問題 因為這個可以約掉 但是問題 如果是重量本來就等於0的話 重力長本來就等於0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就是說 這是m1 zl 另外這個 是m2 m2 m2 這兩個都等於0 所以這個變得會橫等式 那橫等式的話 m1 會不會等m2就不知道 所以就沒有辦法測量 所以的話 這個是錯的 在太空中的話 因為沒有重力長的話 就沒有辦法測量質量 嚴格講是沒有辦法測量的重力質量 所以B是錯的 這樣看見C 在地球上及月球上所的結果相反 這個對 反正就是m1gl 等於m2連機 用這個方法測量 但G不一樣沒關係 就是在地球上的G 這兩個地球上的G 是一樣的 可以約掉 在月球上的這兩個G也是一樣的 也可以約掉 那也可以知道說 m1會等m2 如果立即平衡的話 所以這個對 所以你在測量 在地球上測量到的 中離質量 跟在月球上測量到的中離質量 它的結果是一樣的 讓我們看D 在等加速度上升的電梯中 所測得的物體質量 比電梯近子時為大 錯了 一樣的 在電梯裡面的話 它測出來的話 雖然是慣性質量 但如果中離質量一樣的話 慣性質量也會一樣 所以的話 這個是錯的 這個位大是不對的 是一樣大 再我們看看E 在等速下降電路中 所測得的 與在近子電路中 索熱槍這個對 好 所以剛剛應該選A C E 會不會聽到的 一段時間 我們才好 謝謝 我確認 谢谢大家